來 接下來是在美國 搞不懂上班是什麼 我們聯合國新來 歡迎他們出場 來 首先第一位是 曾經在法國化妝品 產品行銷的法比喔 還有紐西蘭服裝店的副店長 凱傑歡迎兩位 太強了 OK OK 來 接下來是在美國 曾經擔任研究工作 工程師的陸碩燕 台南無聊處理的馬格斯 不錯 是帥的 好的 下面一組 來 接下來是曾經在美國 銀行貴員的 安卓跟巴塞隆納的 機場諮詢員的佩德羅 這兩個職務好像都不是 那麼的重要 機場到底要諮詢什麼 我也不懂 是帥的 銀行貴員 因為有了ATM 就沒有他了 好笑 OK 謝謝 最後這一位不得了啦 是 號稱是日本的Top Sales 人稱 濕乃殺手 號稱 沒有賣不掉的產品 歌舞既定的紅牌牛郎 也是個演員台廳的國手 武術指導知名的紅牌 台南演員主持人 走路可以好好走嗎 表情不要這樣好不好 很好 護士居然沒有破